《吊漢雲宵飄》一語,曾經滄海蓋平生 香港作家梁雨生,原名叫陳文筒 所創作的武俠小說作品一共三十六部 他是書鄉世代,家境美學富裕 所以是熟讀古文詩詞 1954年,由於香港武術界 太極派和大學派的一場公開地視轟動香港 因為這樣,新晚報就請了梁雨生 讚寫武俠小說,在報上發表 著名,梁雨生的武俠生態小說 《龍虎鬥驚華》,三日內民誓 一經寒燈後,就令新晚報的銷量折折上升 想不到短短三分鐘的輪臺比武 改寫了梁雨生的命運 令他成為新胎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師 極大的恐慌,總之那些很多抗熱的情況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他和金融共同擔起左身派武俠小說的大旗 梁雨生將武俠建立在正義、尊嚴、愛民的基礎上 提出以合性武的理念 我還是會死的無言 我可以死亡 在醫生上列 Premier說,我會死的 吉利子堅廁 為你決定很多地方 問題我是在外面格因為 我可不可以死 還要士偏助 我會是正義的 在這範圍中 XD 他叫你迷信 他是我想一行女人 他叫你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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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武俠小说泰斗茶量庸 不领金庸等年94岁 他的作品更加被翻译成英文、日文等多国语言 在全球大受欢迎,影响双远 飛雪连天射百六,笑书神合已迫冤 是金庸其中十四套作品的第一个字 联成这一副七字对联 《书劍恩寿六》是金庸不下的第一本武俠小说 他所创造出来的武俠世界丰富多知 他的小说会依然一代传一代 写得的时候很开心 很熟可达的享受 靖哥哥 靖哥哥 及用大力铃鞋 请不吝点赞 難以倒刺是不是英雄 誰是大英雄 大英雄 射雕 關鐵共 凡世姓為鎮立北西洞 為隻公共 難以倒刺是不是英雄 誰是大英雄 大英雄 一樣字 卡波公 攻擊西洞南帝北台中文通 普國正 超黃蓉 誰人究竟是大英雄 連得堅忍 大勇子干鍋永不貴貢 義氣聰少汗 立地頂天使大英雄 絕招 好武功 十八掌一出力破雄龍 大勇威風 男兒倒刺是不是英雄 誰是大英雄 大英雄 射雄 射雕 射雕 關鐵共 萬世姓為鎮南北西洞 為隻封共 男兒倒刺是不是英雄 誰是大英雄 大英雄 一樣子 他魔公 公邪西毒南帝北台中文通 土國正 超黃蓉 雖人究竟是大英雄 連得堅忍 大勇子干鍋永不貴貢 義氣聰少汗 立地頂天使大英雄 才是大英雄